这是一款画面略显粗糙的游戏 游戏名叫Bad Face 糟糕的信仰 它讲述了一位少年减肥的故事 这听上去十分的普通 但他的减肥方式却十分的诡异 画面中间的这位就是我了 我是一个减肥医生 现在正在董事会上 针对一起诡异的事件做着报告 董事们很是激动 因为这件事完全就是一场公关危机 大概在几周之前 有这么一位小胖子 来到我们医院接受治疗 想要减减肥 这一天又到了一周一次的检查环节 在经过四周的治疗之后 小胖子一共就减了一磅体重 而机器的扫描图片显示 这一周他的体重又反弹了回来 你还别说 这也太真实了一点 减的还没有反弹的多 虽然小胖子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但我作为医生来讲还是很乐观的 他可能只是反应比较慢 于是我过来找他妈妈 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 夫人坦白说 扫描结果显示没有变化 我知道了 但请放心 我们的治疗从未失败过 您的儿子只是反应比较慢 当然 您也可以选择去别的诊所 医生 请听我说 我试过了 所有的方法 食谱 片方 书本 治疗 我的儿子都失败了 并且越来越糟糕 当我带他出来时 我感到的只有耻辱 内疚和失败 你就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我无力救他出这个地狱 你看看他 我有时都没有办法面对他 这位母亲显然十分偏执 居然用了他这个词 你是真不把儿子当人啊 我想 剩下的就是向上帝祈祷了 祈祷脂肪消失 他似乎是在开玩笑 我们也约好了 再治一周看看情况 过了一周 又到了检查日 在跟护士的闲聊之中 我们一致认为 这位母亲真的是太霸道了 这对孩子并不是好事 而此次的结果显示 在过去的一周之中 小胖子减了五磅体重 这着实是鼓舞人心 但我们却有些忧虑 毕竟一周五磅的速度 对于一个孩子来讲 实在是太快了一点 基于这是一个恐怖游戏 我甚至都怀疑啊 他的妈妈是不是把他什么东西给切了 这才一下子减了这么多体重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的母亲 他显得十分的高兴 我表示 孩子的各项参数一切正常 我们的治疗取得了进展 他却说 这是我的信仰得到了回报 好家伙 合的全都是上帝的功劳 跟我一点没关系是吧 我的儿子 帅气 很快就好了 这句话很是奇怪 他似乎对这个速度非常的满意 又过了一周 扫描检查日又到了 护士对这一周五磅的速度十分的担忧 我也只能表示 这肯定是突破了瓶颈期 问题不大 而扫描结果显示 这周减了两点五磅 速度放缓 显然这是步入正轨了 对于这个消息 母亲却并不是十分认可 对你来说这可能是好消息 但我的期望不是这样 我表示奇怪 他解释道 在上周之后 我放慢了祷告的速度 估计这是上帝在考验我 这是对我没有坚持信仰的惩罚 我收到了他的恩惠 但是我不够感恩 这不 报应来了 这不是你的错医生 我知道我该这么做了 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事 来质疑我对他的信仰 哎不是 祈祷的越快 掉趁就越快 懂了 我马上就开始祈祷 而母亲提到的这个他 到底是不是所谓的上帝呢 又过了一周 到了检查日 这一天我因为堵车迟到了 接着就接到了护士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面语无轮次 跟见了鬼一样 你得看看这一个 我刚刚扫描完 这太操蛋了 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看着他发来的扫描结果 小胖子这一周 居然减掉了20磅的体重 一个孩子 怎么可能承受得住 如此快速的体重变化呢 这位老母亲 怕不是24小时都在祈祷吧 但他的生命体征 却十分正常 这一点也太奇怪了 我决定停止治疗 跟他的母亲好好聊聊 老母亲十分的高兴 医生 你看到了吗 我的孩子 他越来越帅气了 我不是想吓唬你 但是这个结果 非常出乎意料 上帝从来都是 朝野希望的 医生 我质疑他 是不是不给孩子吃饭 他却表示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杰作 没有办法 一周再次过去 又到了扫描检查的日子 护士已经无话可说了 毕竟不用扫描 都能够看出孩子的变化 根据结果显示 孩子已经不再肥胖了 他比肥胖标准 轻了10到15磅 也就是说 即使我之前停止了治疗 他依然在不断掉称 我只能猜测 他是不是拥有什么超级基因 不然无法解释 他的这种离奇现象 我只是发现 他的体腔正在迅速缩小 就像他的脂肪被挤出来了一样 今天的老母亲十分的快乐 医生 看到我儿子了吗 他妈上教变英俊了 对于这种情况 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是建议他让孩子留下 方便我时刻监视 他对此并没有疑 只是说 我理解你的担心 上帝的光芒 会使不相信他的人感到害怕 但当你睁开眼睛 你也会看到那光芒的 你可能会觉得 我是个狂热信徒 但到最后 我们都会得到他的回应 我生下这个丑孩子 是由于我过去 对上帝的不尊重 但现在我找到了他 并且服从了他的指挥 这是我的救赎 做你该做的吧 你很快就会明白的 这位母亲显然已经磨着了 但这一切的发生 都是事实 所以在董事会上的我 已经无法保持理智了 昨晚医生 我相信确凿的证据 但现在我知道了 他的力量 你看我这表情 我也变得不对劲了 表情逐渐变态 毕竟我看到了 那恐怖的事实 他帅不帅 医生 差不多了 最后的扫描图片显示 小胖子已经骨瘦如柴 身体像麻花一样拧着 身上所有的脂肪 都像毛巾中的水分一样 被挤了个一干二净 游戏也戛然而止 根据我的个人推测 这位狂热的母亲 她信仰的绝对不是上帝 更有可能是某个邪神 为了满足她病态的要求 通过不断地向邪神祈祷 最终导致了儿子的惨死 这就说明 减肥这件事还是得尊重科学 那些歪门邪道的方式 真的是不可取 身体健康最重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 谢谢支持 那么我是阿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